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肖战纷纷起诉,这些人要倒霉了。迪丽热巴怀孕的消息传遍全网,曝光的记者表示自己有证据,一时间网友们都为此大跌眼镜。 只是,还未过多久,迪丽热巴工作室就表示,要控告他们真的造谣,要求他们道歉。 只是,造谣的网友们纷纷不在意,毕竟明星发律师函不是一次两次了,但之后都是不了了之。 然而,这次他们却是想错了。迪丽热巴工作室非常强势,并且直接起诉。 据报道,北京互联网法院向蒋某某公告送达迪丽热巴与其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集市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在网络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法院传单都下来了,这就意味着,并不是道歉就能了事了。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迪丽热巴第一次将造谣网友告上法庭了。 22年6月,仅仅在这一个来月中迪丽热巴就将二三十家侵权公司告上法庭。 也就是说,一两个月内,迪丽热巴都没时间拍戏,都在在法庭上。 在之前的起诉案中,迪丽热巴都胜诉了,那么这次,估计也不例外,这些造谣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后悔。 不仅仅是他们,肖战也对造谣侵权的网友起诉,而且也即将开庭。 同样是北京某互联网法院,对吕某某,周某某公告送达肖战与其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 而在此之前,肖战也同样起诉过多起网友侵权,而且也胜诉了。 所以,这就给了咱们一个教训,吃瓜的时候就吃瓜,千万别下场,下场也别乱造谣,要不然,嘖嘖嘖。 如今是法治社会,就算是咱们普通人,遭遇到侵权和违法行为,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迪丽热巴烫了羊毛卷更美了,穿紫色西装走机场,气质好就是韧性。 要想把西装穿出花样,我们肯定要在色彩方面下点功夫。 选择一些比较具有个性的色彩,能够为我们营造出更加清爽的气息。 呃,像迪丽热巴就挑选了浅紫色的西装来进行搭配。 迪丽热巴的肌肤非常白皙,所以选择这样的西装自然很恰当,而且迪丽热巴的发型未免也太有个性了吧,简直让人一步开眼呀。 迪丽热巴烫了羊毛卷更美了,穿紫色西装走机场,气质好就是韧性。 浅紫色会带来淡淡的神秘感,优雅又高级,而且可以让我们肌肤显得尤为白皙,所以成了很多小姐姐的心头好, 不过我们在选择西装的时候要注意细节,可以选择纯色系来进行设计,但是不要用浅紫色与其他色彩拼接在一起,否则会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而且会打破浅紫色的优雅气息。 迪丽热巴穿衣品位在线,穿紫色宽松西装走机场火了,漂亮大气。 在运用西装进行穿搭的时候,小姐姐们不妨考虑选择垫肩设计,这样能够让你的肩部显得更加的宽厚一些,而且版型方面我们可以挑选宽松一点的,不要选择过于修身的,虽然说修身的设计能够展露出你的好身材,但同时它带来的舒适度不是很高,而且走起路来不太方便。 反而是在生活中选择宽松一点的搭配,更加的舒适大方,还能够营造出相当潇洒的气息呢。 在里面搭配上一件白色的抹胸,这样可以凸显出我们的锁骨线条,而且紧身的抹胸和宽松的西装外套能够形成一定的对比,让我们的穿搭泼具层次感,并打造出了满满的时尚魅力,特别的具有潮流气息。 个性十足的羊毛卷发型,瞬间就让迪丽热巴的时尚品位得到了提升。 像这样略带一点蓬松感的造型,设计会让她的五官看上去更加的深邃立体,对于自己五官不是特别满意的小姐姐不妨尝试一下,而且能够打造出一种慵懒的美感,很富有女人味。 像迪丽热巴身上这种宽松的西装受到了很多小姐姐的喜爱,毕竟她百搭又休闲,舒适度也很高,所以很多小姐姐都会用她来进行搭配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